经常忘记停车位在哪里 今天我们要去看一个景 不管是你创作片子也好 或者说拍一些纪录片 或者说拍一些企业宣传片 这是在前期拍摄过程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首先你要了解到 你拍摄的地方是长什么样 然后你才能根据你前期的构想 去归纳接下来更细致的拍摄脚本 拍摄方案 要不然你都不知道 你要拍的是一个 大概什么的形态的一个环境 你怎么想象你接下来拍的画面 M218 要记一下 要不然会忘记了 经常停在这种大的商场底下 经常忘记停车位在哪里 我们今天来到我们城市的泰河广场 这边风景还是不错 哎呀终于开完这个了 我们现在接下来去鱿鱼先生 我现在过去啦 先找出口 我们到了我们城市的电影机械制片场 这边已经被改为串远区了 我到了我到了你在哪里啊 鱿鱼 湛鱼鱼鱼 问回了鞭鱼 你们这边干嘛隔着这样一间一间的 全蜘蛛啊 很够重的鱼啊 这个不错 开放性厨房 这边可以拍点美食 要多久我会装修完啊 应该一周吧 很快很快 这个非常棒 我终于能踏入美食界了 我的办公间在哪里啊 你的办公间随便去 随便去啊 随便去啊 正好今天自己去的它发过来了 一聊就聊到这么迟了 现在是六点 六点 回家吃饭 那我今天用的这个麦克风 鸡头麦克风也是Tescan的 这个叫什么 TM-2X 没错 立体声的这个 不知道你这一期有没带耳机啊 堵车现在 哎呦我的天哪 昨天在我频道里面有观众 有一位叫 电电不要啦 的观众问我 他说这个立体声的麦克风 能ASMR 就是ASMR 也被称之为炉内高潮 那因为我在看那个YouTube的时候 有看到很多这些主播都有用这种立体声的麦克风做这个炉内高潮的体验 那接下来给你30秒时间戴上耳机 我们来试一试看这个这么小的立体声耳机能不能做出ASMR的效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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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声音师陈文坚 Peace 音乐 音乐 response 音乐 加入言场 音乐 而很快 音乐 又弄晓 主要欣赏 stigma 恐懒 恶 。 compassion 接 sincer 亭 好 一二三 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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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美不美啊 美 哇 這麼有茄子 哇 不敢笑 哇 哇 好 好 哇 Qu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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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K K K 中文字幕——YK